Good morning guys 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星期四 又是发工资的日子了 开心的事是 要我发工资了 不太好的事就是 昨天 2亿2千万 彩票我竟然没中奖 好吧 没中奖我也就忍了 但是一分钱都没中 一毛钱都没中 这谁中2亿2千万 赶紧还我那 我不用多 你就把我买小便的钱还我就行 然后还有一个事就是 川普 川普竟然当了美国总统 太不可思议了 当时感觉 大家都感觉是一个竞选 都是个笑话 就是去搞笑去了 谁也不会选他 结果竟然竞选成功了 看来是真是有钱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反正他竟然赢了 赢了之后最直接惨的就是 加拿大吧 很多美国人都去加拿大了 然后那加拿大 就应该不太好移民了吧 不知道 反正对我应该也没什么太大影响吧 因为美国离西西兰太远了 但是也不妨会有美国人来西西兰移民 那么 唉 我们的移民道路应该 也会更艰险吧 不知道了 反正因为昨天刚出来嘛 然后各种股市大跌 然后婚率大跌之类的 在后期还有什么发酵的效果或者影响 我们还得边走边看 然后现在我们要去上班 因为毕竟没中奖嘛 还得苦逼苦力 还得苦逼苦逼回来继续上班 这种就是新西兰特别常见的一种货车 这边的大货车都是第一次见我挺震惊的 特别长的车身 大家看是特别长的车身呢 有很多多余的地方 前面它也有很多多余的地方 就特别长的车身 然后放一个小的罐子或者小的集装箱 这边不像国内 在国内我已经习惯了看那种 就是车放了特别多的集装箱 最起码有一个 最起码有两个吧 像这种车它有一个罐子 然后还有那么多余的地方 最起码它可以放两个罐子 是正正好好的 就不会多余的那种感觉 但是它只放一个就是为了安全 这也就是国家人少的好处 它不是很抢资源 资源比较多 然后人口比较少的话 它也不怕浪费资源 就是一切以安全为主 一切以人身安全为主 Hello guys 我已经到家了 明天就是双十一楼 国内大节 这边也过节 是黑色星期五 黑色星期五的话 也是那种商家大促销 大减价之类的 明天下班之后 打算去电子城之类的 看一看 有没有特别便宜的东西 然后逃一下 就比较喜欢电子产品 但感觉我之前买的那个 Bose耳机什么的 应该不会打特价吧 要打特价子 肠子毁青喽 那个Bose耳机确实很牛 声音特别的好 然后之前我发现我的钱包找不到了 但是今天我翻车的时候 我发现我把钱包塞到了车座下边 我发现我经常丢东西 但是丢完的东西 不一定哪天它又自己又冒出来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就同样的经历 感觉头发又长了 又要剪头发了 头发长得好快 平均不到一个月就要剪一次头发 我去要苦了 Black Friday 双十一它竟然 我之前买的耳机花了599 它现在竟然是497 哎呀便宜了500人民币啊 好坑啊 晚饭时间到 我们今天晚饭有粥 小米粥 小米粥 然后这是什么 炒青菜炒生菜 生菜炒辣椒 蚝油生菜 这是啥 这就是羊肉炖的羊肉 就是 黄焖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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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解释 反正就是焖羊肉 粉条焖羊肉 有粉条 然后里边粉是有 还有木耳朵 有菜有肉 又有粥 然后还有小菜 还有面包 这日子滋润不 小日子不错 你是不是做 但我做呀 对 如果你能做的话 我更滋润 我已经很满足了这样子 这么滋润我就很满足了 我不想更滋润了 哈哈哈哈 要怎么想呀 哈哈哈哈 嗯 谢明雅 我们俩吃完晚饭了 然后看着天色还没全黑 虽然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 差不多八点多了 但是我俩决定还是出去转一转 要不然每天除了上班就是下班 下班回家在屋里待好无聊 然后打算去海边逛一逛 Let's go 这里全是船呗 夏天来了 大家都来出海玩了 冬天 冬天也这么多村 但没有这么多 没有这么多 没有这么多 这个就是Mission Bay 然后它属于一个小商圈的感觉 旁边对面有很多这种小酒吧 然后饭店虽然价格贵了一点 比就是平常的饭店能贵一点 但是如果夏天在这吹吹海风 吃一吃烧烤啊 或者是喝点小酒相当不错的 我们已经进入豪宅区了 都是各个豪宅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无敌的海景 都是豪宅 人民币不得一两千万 上千万了 这边连纽币都差不多 得个几百万了 几百万了 四五来 好 我又把它出过来好不好 普通的一个宅子都得多少万 现在 房宅子也就一百多万了 这边是豪宅 而且关键它靠海边海景的房子属于 真的是豪宅啊 因为它靠海边 所以它基本上这边都是防潮处理的 它还有一个钉子 整个都是防潮处理的 把它又撑不着高 看看那边无敌海景 有生之年要能买在这房子 无敌了 对面就是 City 这棵树怎么凸了 我不知道呀 凸树 走 这个就是新西兰的毛利文化 它会有这种 脸上有纹身啊 或者是 本族的 本族的毛利人 脸上是有纹身的 而且这边的纹身属于一个普遍现象 就连老师都有纹身 对很正常 这边纹身就是 大学里边的老师都是都带纹身的 很正常 很正常 就是满腿都是满胳膊都是 是吗 感觉这边百分之八七八十都有纹身吗 对对对 我敢说 我敢说这个 这个是一个公的雕塑 为什么呢 三个公的 看这个是公的吗 这个也是公的 他们就是 这个就属于毛利的那种图腾的东西 这个是新西兰的战舰 为了纪念这个战舰可能是修建的一个 这是个船帆 嗯 这还能升旗吗 这是 好像是能升旗 这是能绑那个 绑那个东西 然后 新西兰最首富的房子 听说是在那边 新西兰 真的 新西兰首富的房子 是吗 整个那个山头全是他的 哦 爽摸 你现在守候干嘛的呀 不知道 那边那个小岛 也是私人的 整个一个岛全是他的 他坐飞机上班吗 然后飞到那边 那就是他呀 对啊 在海港那停 你也见过是吧 嗯 就是他 看看那个岛上有啥东西 我给他放大倍数巨高 诶 没有啥啊 是这个岛 是这个岛 应该是 他们的房子 应该建在岛的那边 因为 为了严密嘛 这边如果要建在这边的话 亮灯都能看得到 如果他要建到岛的那边的话 就比较严密 比较隐私 毕竟富豪都不太想 富豪都不太想暴露自己 就只有我这种屌丝在拍自己 嗯 然后听说下面那个沙滩就是裸体沙滩 叫Ladies Beach 但是这么冷的天 我觉得嗯 现在应该没有 但是这边裸体沙滩 那个一般晒的人 都是老头老太太 光 光着冷的晒 就连洋人大夏天都喜欢晒 一晒晒一天 而且他们身上有很多的那个 甲甲甲甲甲甲 我现在这也有了 我都不晒到我这 就长得在脖子里 就是为什么他们皮外 在他这边有的高 来 谢谢 看完了五迪的海景 在这边啊 看完了五迪的海景 看看新西兰首富的房子 但是只能远光了 不能上去 就是这儿 哎不是这儿 不是这儿 不是这儿不是 后面有车没 没有 对这里面 还有树啊 树 就是这个里面就是首富的房子 哪个里面 哪个里面 这里面还是这里面 整个一个后面的山头全是他的 但毕竟是首富吧 那咱们就不能进去看 一个是天生就比较畏惧 不一定他在里面会有什么东西 毕竟首富的房子肯定安保系统超级棒 有狗啊啥的 不是狗 它是有电子监控的 对啊 电子监控啥的 就在外边 大家看一看吧 反正整个里边全是他家的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密身被 因为刚才没有那个 密身被没有地停车嘛 我们就先去那边的山上逛了一圈 逛了一圈 下山之后 发现有停车被了 我们就下来密身被逛一圈 一般吃完饭的话 在这儿溜达溜达 吃着海风 很歉意有没有 很舒服 然后这还有小游乐场 之前这个地方是 玩宠物小精灵 超级棒的地方 最火爆的时候 整个这一片 一片全是密密麻麻的全是人 真的没有夸张 冬天的时候 这密密麻麻全是人 就在小精灵特别火的时候 而且那时候我和鸡肉哥两个人 穿苗 动得哆哆嗦嗦的 在这儿站了一两个小时 就会抓精灵 哎皮卡丘 皮卡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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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看到皮卡丘 多多少的呀 300多啊 300多的皮卡丘 316的皮卡丘 鸡肉 看这圣诞树 像不像那圣诞树 像不像圣诞树 像 但是太大了 太高了 大家看一下那个房子 那么高一点 这棵树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五层楼高 你冷吗 冷吗 不冷 问题还好 现在夏天终于来了感觉 它虽然有风 风刚才在那个山上还蛮大的 但是现在感觉风不是很大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 现在的风不是那种 很刺骨的寒风了 就是很正常很柔和的那种风 虽然还有一点小凉 但是能感觉到里面会是有温度的 风是有温度的 这话说的 不至于像以前超级冷 有温度的风